中国近年来多次大外宣 表示会大幅度的开放金融市场 展现自由开放的中国经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更曾经公开的在国际经济会议上 对外承诺会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 例如容许外资股比限制 加快保险业开放 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限制 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范围等等 但是这一切的承诺 似乎只流于宣传形式 与中共当局实际行动是毫无关系 近日中国就突然的宣布新规定 加强对外资银行舍限 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份 颁布了一套规定 限制了外国银行可以从海外 转移到中国的资金数量 另外一项在本周三刚刚生效的规定 则要求许多外国银行减少贷款 出售债券和其他投资 新的规定已经引发全球银行高管 以及依赖这些信贷借贷的外国公司的关注 他们担心这些新的规定 可能会使得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将在需要更多资金的情况下 更大程度的依赖中国的国有银行 而目前银行和贸易团体 都不愿公开谈论对于这些规定的意见 因为担心到会触发进一步的中国监管措施 但是纽约时报表示 已经看到了中国欧盟商会 在给中国央行的一封信中提出了 对汇款限额的担忧 该商会在信中写道 在某些情况之下 这样重大的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 可能会从根本上的颠覆欧盟的战略发展方向 纽约时报点出了这些新的规定 更已经在贸易、人选、地缘政治和其他棘手问题上 与欧美国家格格不入的北京 带来了一个潜在的压力点 新规则可能使得已经棘手的政治问题更为复杂 例如美中贸易战 中国和欧盟之间即将达成的投资协定 以及在北京控制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 长期紧张状态 当前拜登总统看起来 没有多大的兴趣去改变前总统川普 在贸易上所施加的要求 美中在人群问题上的冲突 因为北京在新疆对维乌尔等等 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 以及在香港镇压民主派人士而激化 一些国际公司卷入其中 例如瑞典服装零售商S&M和美国运动服装品牌Nike 因为在新疆棉花等等问题上表态 而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抵制 新规定背后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似乎是与紧张的政治环境关系并不大 或许是为了要阻止大量有潜在破坏性的资金流入中国 引发意外的通货膨胀 但是不论原因为何 中国当局都没有公开的谈论此项消息 这让国际金融业对中国市场的变化更加无所适从 中国的邻国哈萨克是一带一路计划中的关键国家 但是哈萨克也是中亚地区对中国感到最反感的国家 其内部反中声音四起 还出现了多次反中示威抗议 面对这样的情况 北京当局近日开始把对中亚的重点转向乌兹别克 美国之音报道 但是随着乌兹别克经贸的扩大 以及中国在当地投资的增加 乌兹别克社会对于中国的担忧也是持续增加 哈萨克的中国问题学者卡伍·科诺夫说道 中国与哈萨克之间的经贸和投资最近几年一直在下降 而与乌兹别克却是持续增长 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关键原因就是 在乌兹别克没有反中国的抗议活动 哈萨克媒体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目前是哈萨克最大的交易伙伴 在哈萨克所欠的外债之中 中国占有的比重规模排名第三 在哈萨克的外来投资 中国则是只有排名第五位 而从2015年起 中国超过俄罗斯连续多年的 一直是乌兹别克最大交易伙伴 乌兹别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指出 乌兹别克与中国的贸易额 2019年达到76亿多美元 比2018年增长16.8%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两国去年贸易额下降为64亿美元 乌兹别克去年10月在广州开设领事馆 成为在上海之后的第二家领事馆 主要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的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而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丁指出 乌兹别克的人口数量就占了中亚的一半 人口结构又非常年轻 这个国家在经济 市场 政治等等 许多领域的发展潜力都很大 因此对许多国家都很有吸引力 在地理位置上 乌兹别克与中亚所有国家接壤 南部还与阿富汗相邻 格罗丁指出 现在不仅是中国 所有想在中亚活动的大国都离不开乌兹别克 所以中国也理所当然地看重此地 但是中亚分析网2月份发表一份报告表示 乌兹别克虽然极力在中国 俄罗斯和西方这三股力量之间获得平衡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越来越难 更加地向中国倾斜 所以可以预见 乌兹别克未来会加强与俄罗斯主导的 欧亚经济共同体 经体安全条约组织 以及土耳其主导的 突决与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联系 以此来减少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 近日来国际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就是新疆人权问题 与枪迫劳动生产的新疆棉 和中国民众所发起的抵制行动 而中国方面也持续地加强打外宣 发新社指出 面对西方的指控 中国官方加大对新疆媒体宣传作为反击 一部名为歌声的翅膀的宣传片 就预告要在今天推出 该片以好莱坞大片手法 展示出新疆明信片般的美丽风景 而绝对没有任何受到正义的画面 包括了四处的摄像镜头监视器 防止骚乱的街头智障 安全检察站和全副武装的警察 这些新疆常有的维稳设施 都不会出现在影片中 根据发新社指出 宣传影片聚焦维吾尔人 以及哈萨克人 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斯人之间 与汉人的和睦关系 上述少数民族 真穿民族服装 在美丽的深水草原风景里 宰歌宰舞色彩艳丽 一名片中人就说道 我去过新疆影片很真实 我有很多维吾尔人朋友 还在他们家里住过 发新社报导指出 影片没有报告说话人的名字身份 根据他说 在新疆人们幸福自由开放 他并且驳斥了关于强迫劳动的说法 但是在这样的宣传片背后 还是不断地有外国记者提醒世人 不可以忘记 这些年来外国媒体根本不可能 在新疆独立工作 外国记者经常地受到跟踪与骚扰 要想取得新疆一手资讯 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 而就算取材成功了 也会被中国发言人 以一句外国人不曾到访新疆 不可对此说三道四 将记者的努力贴上假消息的标签 而在中共当局一再宣称 欢迎西方国家到新疆看看的时候 却不见北京当局真的放松限制 让国际的中立团队赶布当地查访 不过相反的 中国的盟友们近日倒是赶赴了新疆当地访问 并且为中共政策背书 新岛日报指出 由中俄两国主导 多个中亚国家参加的上河组织 组团一共20多国的外交官 在新疆进行四天访问 上河组织秘书长诺罗夫 与多国使节外交官 纷纷地表示眼见为时 称新疆根本不存在个别国家 指责的所谓侵犯人权 宗教歧视和强迫劳动的情况 宗教灭绝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在今日下午也会会见代表团一行人 但是现在国际社会更期盼的 并非是中国所安排的官方形成 与盟国的背书 而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派遣中立专家团 不受限制的到新疆当地查访 实际情况 已厘清近年来 对中共当局迫害人权的指控 到底是真是假 中国今年清明廉价涌现返乡人潮 因为今年农历春节时 北京当局祭出就地过年措施 为了防控疫情 许多人并没有返乡 因此春节后首个廉价 出现补偿性的返乡沟风 预料出有人次将达到1亿 中央社报道 周星王昨日引述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统计数据表示 4月2号 中国铁路发送旅客 1179.2万人次 创下今年单日旅客的 发送量新高 加开旅客列车 1040列 4月3号 是清明廉价第一天 铁路客流迎来了最高峰 中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435万人次 计划加开列车944列 民航方面也预估 呈现稳健恢复发展的态势 2021年春节后 旅客出行意愿分析报告预测了 春节后起出行人 自预计是春运前期的4.3倍 朝半数春节没有返乡旅客 节后有返乡计划 预计清明 五一廉价会迎来返乡小过风 不过在民众心急返乡时 却传出了憾事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在今日凌晨一点多 神海高速公路 发生了一辆大货车 穿越中央湖南之后 与大客车相撞翻车的意外 现场交通单向中断 其后后方两辆货车 又相继的发生追尾碰撞 根据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严城市公安局等等多个部门的消息 截至目前为止确定 事故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 受伤人数还有待统计 以来 tricked之后 未经济封量以为迟失去 最后允量得上1人死亡 会引致进来 在凌晨上